还记得在以前女星和富豪才是标配,而当今娱乐圈不少明星都把责任标准放在了圈内,这也和他们的职业有关,接触的多相处的酒自然更容易生情些。 再说了明星们的片酬普遍很高,为什么还要选择富豪,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以双方的感情当先,感情到了自然也就修正果,虽然圈中有不少明星恋人,众多人并不为之看好,但相信时间中会证明一切。 时常关注八卦的小伙伴们一定对于乐圈中的傻婆莫小琪有些许印象,无论是高云山事件,还是贾满亮的家庭状况,又或是双城婚姻这一傻婆,都在之前就对其有了警惕。 而随着时间的逝去,令人意想不到,的是当初神婆说的那些竞权都被一一印证,虽然有不少网友对莫小琪神婆的名号表示不信,认为其只是运气。 不过在莫小琪的众多预言中,还有一位明星所得的莫小琪预言,还是鸡尾的就是袁珊珊,当时不少网友都表示坐等袁珊珊凤子成婚,而今袁珊珊终于有了些蛛丝马迹,近日女星袁珊珊被抱与大十岁男星恋爱,对方被赵英俊,二人皆被拔出微博,手机壳,情侣装等铁证,只是众多网友并不为袁珊珊任何赵英俊。 只应该男星比袁珊珊大有十岁是一位大叔级别的人物,也有不少网友表示赵英俊是何等人物。 据了解,赵英俊不只是一位歌手还是一位演员,随之名度等各方面和袁珊珊相比还是差的一些但其还是非,常有才华的。 赵英俊因参加我行我就出道,世界冠军正是张杰,而今张杰火到一塌糊涂,赵英俊虽然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,但也是转到幕后做体制作人也有不小的成就。 袁珊珊我们不陌生,作为一位演员及实力也许可圈可点,其知名度也是不用多说。 不过想到莫小琪对袁珊珊的预言是在1902月份将会凤子成婚。 不少网友还是表示做的官宣表示祝福。